各位同學好 歡迎來自國內中港台北上館的學生 包括全美各大華人都市 從九金山LA到San Diego Nevada 北到西雅圖 東到芝加哥紐約 南到德州福利達的各位線上的學生 以及現場的學生 王老師今天很榮幸 I keep my promise 今年2016年 我們終於完成全數位化的教學 現在正式開始今天的課程 謝謝 第二章的課程 當然我們要介紹的重點 主要就是講整個所謂的 brokerage 這個經理人制度的一個架構 當然 這個架構 2.1我們要先介紹 所謂的agency 是怎麼樣的代理 制度 然後有了代理 其實在我們講義裡面也會有 就是你授權給 或somebody授權給你 去幫他做當然合約的事情 那我們要講的當然就是房地產買賣的事情 OK 那當然就會涉及到 第一部分你的責任 責任就叫fiduciary duty 這個等一下我們裡面都有大綱 然後2.1第二部分我們要介紹 那這樣子的代理關係 on behalf of 這是法律的名詞 就是agent 是怎麼樣成立的 這個也蠻複雜的 然後2.1的第三部分 agency 你怎麼樣變成他的agency 就像 就像 男女交往也一樣 他怎麼樣變成你的fiance 變成你的男女朋友 反正 所有這些法律 都是在規範人類的行為 OK 而且這些法律 第一個 不是專門為我們房地產 量身訂製的 OK 是先有法律 然後再套用在各行各業 OK 所以我們要探討 這個agency 怎麼樣成立 他怎麼樣變成你的代理人 然後再下一部分 怎麼樣授權 這個授權authority 或authorization authorize 這個agency 給assembly 所以這個authority 要怎麼樣 terminated 還有他的責任 liability 這是2.1 我們要cover的主要的部分 然後再下去 2.2 我們就要講 2.1先講 怎麼樣是代理關係 怎麼樣成立你的責任 那2.2 既然我們了解了所謂的代理agency 就是work on behalf of somebody OK 2.2 brokerage brokerage 就更進一步 除了這個法律的代理關係之外 整個的經營管理的架構 整個經營管理的架構 就是brokerage的一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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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如果我們在處理,當下這個時候